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字是上中下结构 它有一种匀称 均衡之门 再有就是茶叶本身 它含有茶多酚 能够提神醒脑 减缓衰老 方不消化 据说呢 还能防癌 所以喝茶是有益健康的 可以延年益寿的 你看 中国古代祝寿啊 有喜寿 77岁 有米寿 88岁 有白寿 99岁 还有茶寿 108岁 这茶寿 108岁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茶这个字上面是个草字头 就是个念字 代表二十 中间呢 有个人 这就是八字 下面紧跟着是个十 再下面还是个八 所以连起来是88加上那20 正好108 一个人能熬到茶寿 是个不得了的事 说到喝茶 最早的起源呢 传说是神农史 神农长白草嘛 日欲七十二毒 得茶而解之 以茶解毒 一开始的茶是当作中药材来的 今天呢 依然如此 比如你肠胃有点不适啊 喝透一壶浓茶 就准好了 因为茶能解毒啊 所以一直到现在 咱一吃药 甭管中药 西药 都不能喝茶 防止茶来破坏药效 而饮茶之风的盛行呢 要晚很多 直到唐朝中期 才出现了举国饮茶的热烈场景 这我们就要感谢一人了 这人是谁呢 他叫陆宇 陆宇生于公元七三三年 公元八零四年去世 活的岁数不算短 他自洪剑 富州净陵人 就是金天虎美天门人 他是个孤儿 被净陵龙盖寺的 至姬禅师呢 收养 据说 公元七三三年深秋的一个清晨 禅师路过西郊的一座小石桥 听见桥下有群雁的哀鸣之声 走近一看 一群大雁呢 正在用翅膀护卫着一个男婴 禅师就把这个男婴呢 抱回寺中收养 在给这个男婴取名的时候 这禅师先占了一挂 是剑挂 挂词上这么说 红剑鱼鹿 其鱼可用为夷 鹿是登鹿的意思 就说群雁啊 千飞已经渐渐的要达到目的地了 漂亮的羽毛可以作为典礼上的装饰品 这非常吉祥啊 于是禅师就决定给这孩子 以鹿为姓 以羽毛的羽为名 以红剑为字 所以鹿语又叫鹿红剑 叫红剑的人很多啊 围城里的方红剑 陈道明的经典之作 鹿语啊 好学用功 学问渊博 有学问的人呢 都必须得会作诗啊 陆语的诗文都做得好 流传下来的有一首呢 叫《会计东小山》 是这样写的 月色寒潮入扇溪 清源较断绿临溪 溪人以逐东流去 空见年年江草旗 我们说诗言志 这诗的隐喻空灵之感 出面而来 我们可以想见 陆语是个生性甜淡 不爱追逐名利的人 陆语因此很得禅师的赏识 禅师就将自己煮茶的手艺 传给了他 这也正是陆语 接触了解查的开始 为其后查经的写作 奠定了的基础 安史之乱爆发后 陆语避难来到了浙江 调息隐居 在此期间 他大量搜集资料 在结合以往的体验 和实践的基础上 写出了查经 查经是后世查人的圣经 自陆语这本查经面试以后 虽然后面有许多人 都写过类似和不同的查书 但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因此陆语被尊称为查圣 查经全书分上中下三卷 共十个部 一查之源 二查之巨 三查之造 四查之气 五查之主 六查之隐 七查之事 八查之初 九查之旧 十查之初 陆语只用了七千字 这次就囊括了唐朝的查文化 从查的起源 制查和煮茶的工具 茶叶的彩制 到煮茶的用水 煮茶的方法 茶室的历史记载 茶叶的产区 茶具的省略等等 无所顾包 最后 最后陆语还要把 查经用素色捐筹书写 装表出来 分成四幅或六幅 张挂在座位旁边 方便用茶时随时看 现在咱们就来看看 唐朝人是怎么喝茶的 根据茶经记载 分五的部 考碾筛主品 这听着很繁琐 操作起来那就更不容易了 光是茶具就得准备很多 那茶具究竟有什么呢 以前我们不知道 待法门寺地宫打开以后 我们就知道了 关于法门寺地宫 我们前面讲过 没听过的可以找来听听 温固而知心 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套 完整的常代 宫廷的金银茶具 物账碑上写得很清楚 茶槽子 碾子 茶罗子 石子 一副 七室共八十两 七室就是七件东西 它包括茶碾 罗合 银泽 长柄勺等等 这其中啊 茶罗子 银泽 长柄勺等 器物上刻有五歌的字样 五歌是唐锡宗 李轩小时候 黄史及众臣对他的爱唱 所有这些都表明 这套茶具是公平专用的 在唐代啊 一开始人们都愿意 以狼来称呼男子 比如大狼 二狼 三狼 你看唐玄宗就是三狼 昌河千门万户开 三狼沉醉打球回 这说的就是唐玄宗打马球的事儿嘛 到了唐代晚期就流行称呼哥了 因为是小孩呢 那现在还有十几岁的人就叫我马哥呢 更多的人管我叫马爷 有意思的是到了宋代 又开始称呼狼了 有名字就是五大狼嘛 现在保留下来的唯一的痕迹 就是称新婚的男子为新郎 法门斯帝宫出土的茶器并不止七世 那还有盐台 笼子 茶碗 茶托等 这些茶器在陆宇去世七十年后 封藏跟茶经描述的基本一致 这在文物史上非常难得 文献跟实物相互印证 这是一个最为典型的案例 首先是它出处明确 地点清楚 第二是出身高贵 完全是皇家的 再有就是品种齐全 它是全套的 制作也精良 所以这套珍贵的唐代宫廷金银茶具 真是名副其实的国宝 现收藏于法门寺博物馆 这么多的茶器 大多采用溜金工艺或者金丝编织而成 文样精细繁复 金银光泽正亮 渐渐都精美绝论 其中有一件特别值得主意 这就是溜金摩羽鱼三足架银盐台 这盐台由盖台盘三足架组成 通高25厘米 盐台呢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 它分上下两个部分 上面有一盖 这盖本身就做得很奇特 盖上还有一个小盒 这小盒还可以打开 那是不是放两种盐呢 不得而知 还有人说这上面是放胡椒粉的 主体就是一个莲花跟莲蓬的结合体 表现出来就是莲花即将凋谢 莲蓬即将出现的那么一个状态 底下是一个三足枝架 枝架上赞文 贤通九年 文思院准造图金 银盐台一枚 我们真的得谢谢这刻赞文的人 如果没有这赞文 这东西到底是干嘛用的 我们就不清楚 文物啊 历史过去久了 我们对它的判断多有而误 所以说文字很重要 因为文字直接说明了它的用途 面对文物 有时候就连专家也没法完全确定 我们所以必须本着一种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的态度 瞎猜是没有意义的 盐台肯定是放盐的 那唐朝人煮茶为什么要放盐呢 茶经上说 出费 则水何量 调之以盐味 这就是说水刚开始沸腾的时候 按照水量 适当地要放一点盐调味 那调的是什么味呢 是茶之味 我们知道茶本身是色的 而盐可以去色 再者 茶中有氨基酸与盐中的钠离子 相互作用呢 它会产生一种鲜味 盐被称作万仙之首 百味之首 就是这个原因 厨师们都知道啊 做菜 什么都能离开 唯独不能离开盐 所有的佐料都可以去掉 去了园 肯定这饭做不成了 茶不仅可以加盐 还可以加糖 加奶 这都是为了去色 英国人喝下午茶时候呢 就是这个路子 茶还可以加姜丝 加蜂蜜 茶是含粮之物 姜丝可以去粮 防止胃它 直到现在 我们有很多地方喝茶 还是要加盐的 比如 游牧地区喝的奶茶 我在新疆喝过 我在内蒙古也喝过 一开始非常不习惯 但你喝过几次以后 你就会上瘾 因为它非常能够补充体力 我们常说要入乡随俗 就是说你到一个新的地方 不要过多的提自己的要求 要随着当地的习俗去走 这样才能多一些人生体验 人生才能显得更加丰富 我们每个人肯定喜欢 加糖加奶的甜奶茶 但这种奶茶喝的时候舒服 喝完了以后就腻得慌 咸奶茶就不会 茶是世界上分布最广 性格最宽容的一种饮料 它跟什么都能相容 有点像我们中国人 在哪都能活得很好 我们今天走到世界各地 都能看到中国人 比如我前些日子去沙特 到处都能看到中国人 关于唐朝的煮茶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每次要加多少茶叶 才算合适 搁现在呢 我们经常听到的话 就是少许呀 适量啊 随意呀 但唐代是有标准的 以责为准 茶责 这个责就是标准 准责 法责嘛 落到实物上 就是这套茶具中的银责 溜金飞红纹银责 一看就高级 大小跟咱家用的 不锈钢勺子差不多 全长19.2厘米 但它比较浅 微微有一点 则银贬长 上宽下窄 顶端做三角形 上下部位 蘸花流进 上端为 流云飞红 下端为 菱形图案 其间 三刻十字花 顶被光速 便于持卧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常朝人煮茶的时候 用茶则 将需要的茶叶放在水里 再将其他的佐料放进 煮好了就能吃了 还真是得吃啊 唐代的煮茶都跟菜粥 只能去吃 送以后才提倡喝纯茶 所以才是饮茶 好了 吃茶去 吃的不仅仅是茶 还有馋 吃茶去是禅宗非常有名的一段公案 说的是当年有两位僧人 从远方来到赵州的观音院 就是今天赵县的百林寺 向赵州禅师请教 何为禅 赵州禅师问其中一位僧人 说你以前来过吗 僧人说没来过 赵州禅师说吃茶去 赵州禅师又问另外一个人 说你来过吗 僧人说我曾经来过 赵州禅师说吃茶去 这样 奸院就不明白了 说禅师 怎么来过的和没来过 您都让他吃茶去呢 赵州禅师就说 吃茶去 今天在中国 到处都可以看到禅茶一位这个词 但大部分都是附庸风雅的 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 禅茶一位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禅茶一位是什么位呢 赵州禅师说得很明白了 没来过的 通过喝茶获得一个体验 来过的通过喝茶要有一个思考 还有那个打酱油的奸院 喝茶的时候要有领悟 不然你天天喝茶不就白喝了吗 体验思考领悟 这三层表现形式虽然一样 但它含义不一样 这就是禅茶一位的真谛 从陆宇写茶经到我们今天 已经有1200多年了 1200年来 中国人和茶有着极深的情感 但我们对早期的茶剧和茶文化 还是知之甚少 4%出土的这套唐代宫廷的金茶律 虽然帮助我们了解了一些 关于唐代饮茶文化的真谛 但它十分有限 历史上永远是迷补 而且多数的迷永远是未解 国宝情未了 夏天清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